在华语乐坛流量与实力坚定的新生代歌者中 邓紫棋算得上是一个独特存在 她被誉为音乐天才少女 出生音乐世家 很小时就在音乐方面展现出非凡的天赋 2006年 15岁的邓紫棋因参加校园歌唱比赛 而被评委看中 继而顺利签约音乐公司 黑马之势势不可挡 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是荣光 也有与年龄不符的压力和捆绑 如今三世而立的她 把过往画上句号重新开始 对于音乐和创作 她始终保有初心和热爱 2020年春 我们和邓紫棋相约在上海 听她分享出道15年的感悟和收获 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 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过 我太久没有逛过了 有好多周杰伦啊 童年回忆 我看到很多小虎队 好多 这完全是小孩 你看 你可能都没见过他们这样子 大家都很小 我见过呀 环珠哥哥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 环珠哥哥是后来已经很久了 哇 你看 益神那时候多年轻 太小了 好小啊 我真是 她的头发红色 我居然这么旧的蝶都有 她有很多很老的蝶 不要看她店面不是很大 但几乎全部都有 你长大就已经是这种小的蝶片了 对不对 还是你经历过你比较大一点的那个 我经历过小的那个磁带 对 你怎么会经历过小的 tape呢 因为我奶奶在香港 有很多那种许冠杰的 tape 陈百强 我还记得是郭富城 动起来的时候 也是有 tape 家里面有郭富城的 tape 你要不要挑一张蝶啊 我最喜欢的一张周杰伦的唱片 在哪里 是哪一张 十一月的肖邦呢 这应该都会有啊 没有啊 我最喜欢的那一张没有 但其实有很多都 我都很喜欢 这边 十一月的肖邦 我曾经有个故事 我那时候十二三岁 我忘了 然后我当时很喜欢黑色毛衣这首歌 然后我还自己写了一版我的版本的全词 然后我发到他们唱片公司去 当然就没有任何回复 你写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一句我爱你 能否再也不分离 再说我爱你 可能也也不会 然后后来我自己 因为他们没有回复嘛 后来我自己把那一版歌词改了一点 出了我自己一首歌叫做爱你 然后就用上了 然后就用上了 你太搞笑了 我刚才找到你的点了 在这边 哇 哇十八都有啊 因为这已经是非常历史远久了 十一年前了 今奖的这位朋友是 叱咤史上第一位未成年的女歌手 G.E.M 冬雨晴 G.E.M 冰冰 一个人他成名早 顺利就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你的困难是一开始就有 还是慢慢等一段时间再出现 困难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你在不同的阶段 你就是会有困难 而且是无止境的 就是你不可能面对过一个困难 那个困难非常大之后 就没困难了 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觉得跟成名早不早没有关系 像你在13岁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有困难 因为那时候可能你去参加歌唱比赛 为什么别人能够唱到这样 为什么自己唱不了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困难 现在看起来就是很小的困难 然后我小时候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 有一个菲律宾歌手叫Sherise Sherise就是我常常看她的那个影片 然后我又会想 为什么大家都是亚洲人 为什么她可以唱得这么厚呀 然后也会感觉到挫折的时候 这种挫抬感持续的时间会长吗 对一个孩子来说 她给我很多动力 天天在那边研究它 天天在那边听 后来我就开始变成不是关注唱歌 后来我就关注创作 就是一直在研究五月天的歌词 我跟阿信自己也说过 我说你是我偶像 我买了一本她的歌词集 看她写的题材怎么样写 她写的角度是怎么样 她给你带出来的那种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她到底把你留在困境里边 还是她给你一个出口 她到底告诉你答案 还是她留个悬念 让你自己去寻觅 就是同一个主题 她有很多种描述的方法 或者她用什么比喻 去形容同一件事情 而且就给你自己拿着吧 你都是姐了已经 我已经是整个团队里面 最大的了 我刚入行的时候16岁 全部人都把我当成小屁孩 像我跟陈伟霆 我们俩在香港是同一年出道的 陈伟霆如果说她17岁 在参加电视上的节目的时候 我那时候才11岁 然后我还在家里的电视看 我觉得哇 这个哥哥跳舞好好看啊 而且因为你样子本来 就是小女孩的样对吧 你想当年就更是个小孩的样子了 对 所以刚才你同事一叫你姐 我就有点傻住了 我是从整个团队都把我当成小孩子 小baby那种的 变成现在大部分都叫我姐姐姐姐 我都觉得哇 怎么时间变得这么快 我团队里最小的那个98年 但其实你想98年也已经23岁了 也大学毕业了对吧 嗯嗯嗯 你想23岁你也已经出道好几年了呀 对对吧 我最最感觉到被困的时候 可能是2014年的时候吧 首先误解我人格的东西 然后一直说我耍大牌啊 一直说我就是喜欢炒作呀 现在自己要去亲力亲为的去做很多 以前我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做的 或者不会的东西 很多东西需要去学 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 无论我自以为内心强大到什么地步 还是会偶尔出现一些东西 让我再一次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做一个顶尖的歌手需要有特别强大的内心吗 我觉得内心这个它只能一直强大 曾经很多次我觉得很难受的东西 经历过之后我都觉得我现在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自以为内心强大到什么地步 还是会偶尔出现一些东西 让我再一次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只不过站起来的速度比以前快了 你这个形容特别精准我觉得 我可能可以说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最最感觉到被困的时候 可能是2014年的时候吧 真的是挺高啊 真的是挺高啊 真材很好 真材很好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 比做梦还不真实 在一周之后 我们就增加了一百万的微博粉丝 就是那时候 刚刚开始让大家 留意到我这个人 留意到我音乐 但是也刚刚开始面对 这么大量的一个 负面的新闻 因为我自认为 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但是我就会觉得 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 莫须有的东西都在骂我 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 我被骂是应该的 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过 但是大家都以为我这么做过 以为我是这样的人 我就特别觉得被误解 很难受很难受 哪些声音是最让你痛苦的 在那个时候 首先误解我人格的东西 然后一直说我耍大牌 一直说我就是喜欢炒作 一直说我胖 说我很丑 说我一直穿着皮裤 今天的我 我还是有时候会穿皮裤 但是我觉得当时的我 最不开心的一点就是 我明明自己穿起皮裤来 并没有很自信 但是我当时 我每天都要装作我很自信 所以我就很累 我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 非常的不自信 我已经被骂到我不自信了 反正有那么好几年 我是一直其实心底里面 非常的害怕 觉得自己很 就是很不好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觉得自己除了会唱歌 写歌之外 什么都不会 我的使命在舞台上唱歌 那如果我就是只会唱歌 那又怎样呢 当时我就觉得 很在意的就是 别人觉得怎么样 因为如果我有作品了 别人不想听了 那我突然那一瞬间 就会觉得我在干什么 甚至有某一刻 我实在会在我上台之前 我非常害怕 就是现在下面的人 想不想看到我上台 其实那个时候 所有的声音并没有在质疑 你的音乐和唱歌方面 有很多人可能 他对你其他东西的不喜欢 会让我觉得 现在你们不想再看到我唱歌 不想见到我这个人 我的不自信不是来自于 我对自己专业不认可 而是我对你们是否喜欢我 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自信 为什么人需要告诉自己 我还是专业的 某一种程度来说 是因为他非常的自卑 他觉得他除了专业 什么都没有了 他这个就是他的重心 他如果连专业都没了 他直接就觉得 自己的自我价值是零 你知道一般一个人 他跟观众跟媒体 会有一段蜜月期的 这个蜜月期 当然或长或短 但不会太短的 就是你从默默无闻 到红到爆红 然后观众很喜欢你 就这需要一段时间 但对你来说 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我在香港刚出道的时候 可能蜜月期刚开始嘛 然后在香港的那种层面里边 我的蜜月期 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开始有各种黑 然后来到内地以后 我也是开始有一个蜜月期 可能几个月 然后就开始黑 只不过他的程度变大了 就是其实说白了 我当时2014年 所受到的非议 我不是没经历过 我比较小的层面 我在香港已经经历过一遍 它是小规模的 对 就是我被锻炼之后 我有承受力了 但新来的考验 是大于我此时此刻的 承受力的 承受力是需要 不断地被培养的 对 但永远会晚一步 我是觉得上天 不会给你一些 你承受不了的挑战 但是当你的心脏 到某一个强大的 一个度的时候 它给你的挑战 就是越来越难的 它告诉我一个道理 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 从今天开始 就一帆风顺 它永远不会发生 所以其实它也激励了你 让你觉得 你以前不是没经历过 你只要回头看看 你以前是怎么样过来的 所以你现在不用怕 那时候你上台前 你能享受到上台的那种 那种渴望 只有在自己的演唱会 真的确定下面 都是我的歌迷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放松 好像回家了一样 但是在有路人的情况下 我就会觉得 它肯定很讨厌我了 就会忍不住就是这么想 你不是真正的欢乐 你的手从不可 完全地愈合 像在你左侧 却想留着银河 难道就真的 抱着遗憾 一直到老了 陪着的城市 我们终于安一套 一个去啊 最近邓紫棋在微博上的话题 组织线上升 邓紫棋发微博表示呢 她将与合作了12年的 这个经纪公司解约 本人认为 自己一直遭受公司不公平对待 其中包括不合理的工作安排 还有不经过本人同意 签署的广告合约等 网友啊就注意到 邓紫棋这个艺名啊 其实早在几年前呢 就已经被经纪公司给注册了版权了 如果解约邓紫棋这个名字 恐怕不能再使用了 信用已经积累了 10亿播放量的油管账号 粉丝们十分担心 她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到了尾声了对吧 还在打官司呢 但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压力吗 其实永远有一个事 它没有完结 没有一个结束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控制不了的 你只能把这事实是怎么样 你努力去还原这个事实 如果它还原得了 我非常感谢上天 它还原不了 那我的生命还得继续过呀 我最care的 这些曾经在我脑海里面 我自己非常用心去做出来 像我的小孩一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作品 都可能不属于我 那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的某一个地方 只是你需要把它给大部分时间需要屏蔽掉 是 但是我后来想通了一件事情 即使最坏的结果出现 我还继续做音乐吗 然后我当时觉得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会继续做音乐 那就好了 那你还想什么 音乐是我最爱的事情 音乐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应不应该因为谁拥有它 然后我现在就不去接触 不去做它呢 所以我就 我不知道这叫自欺欺人 还是这叫自我安慰 还是我是想对了 反正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被这些东西干扰 我就是继续应该去写歌唱歌 它会让你对周围的有一些人和是信任感会少一些吗 会变得特别警惕 变成非常小心 现在的我对于知识产权 非常非常的小心 尤其是可能我自己在各个节目里边都会遇到一些小孩 他们经常问我的意见 我都说你看清楚自己今天写的东西 你的知识产权你得好好保护 不是只是说你有没有拿到你的版税 不是只是说你的钱呢 这跟钱是无关的 你今天写过的歌词 你的任何一个想法 你想要把它出版成一本书 免费派发了好吧 不挣钱了好吧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这个著作权我觉得太重要了 其他的改变我觉得你该相信人 你还是得相信人 但是今天我的相信就不是这么天真 就不是表面上感觉你能相信我就能相信 我觉得信任真的得从时间慢慢你去累积的 在每一件事情大家的相处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还是得打开心真诚的与人去交流 只不过今天的那种信任是有根有据的 是真的经过磨合 经过大家共同经历一些事情而建立的信任 现在自己要去亲力亲为的去做很多 以前我以为自己没有能力做的或者不会的东西 很多东西需要去学 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 就很多都跟音乐无关的 就近一点的可能是拍个MV 我也得去盯一下里边的剪辑是怎么样 调色是怎么样 以前我写完歌就好了 我拍完MV我只出现拍完之后我都不用理了 但是像很多学了很多以前不会的东西 比方说你做MV的时候 整个制作整个剪辑整个主题 整个概念你做专辑的时候 以前可能我只是写歌跟唱歌 现在那个编曲应该怎么样 制作应该怎么样 混音应该怎么样 全部东西都要去学都要去了解 都要去把控 然后再远一点的可能 你这张专辑什么时候要发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发 你找谁来帮你设计 再远一点的 公司哪个同事有哪些情绪 他现在需要解决 他的心里面素质怎么样 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难题 不只是工作上的难题 他生活上什么难题 因为你是子齐姐 对 工作的东西不只是我自己的作品 而是更多你跟这个团队一起去工作的时候 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他们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又或者不要只是说他们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他在你这里一起工作 你们是一起建立一个以年去算的一个工作关系的时候 其实这已经不是工作伙伴了 已经是他可能见你的时间都比他见他家人的时间要多 所以你对他们的影响肯定是得好的 你需要让他们是开开心心的去做这件事 而不是觉得我每天只是很累很忙而已 就很多东西 你让我来搜尾 你怎么 want 这些堆硬力 你是这样的 你不让我们做的 那些堆硬力 但是这些堆硬力